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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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此时此刻 恩蓬找到了欣贤的一位老朋友 他告诉恩蓬 欣贤在1998年就去世了 而那一天就是男友出国的日子 恩蓬忽然明白了 欣贤就是在去劝阻男友出国的路上出车祸 而自己也想起来那天的事情 当时他很不明白 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在呼唤他 原来那个人就是欣贤 他哭着跑着到邮箱前 赶紧写信告诉欣贤那天不要出门 而欣贤也收掉了恩蓬的来信 并且按照他所说的没有出门 穿空躲过了车祸 两个人在后来的通信中越来越亲密 两颗相隔两年的心也在慢慢靠近 世界上总有人在某个角落里偷偷的爱你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